各大国际拍行陆续举办了2021年的春拍 嘉世德最新公布了5月的领衔拍品 也是史上最高估价的亚洲艺术品奴隶语师 估价上看了16亿新台币 而苏富比刚落幕的春拍朱德群的盛世雪 同样是拍出了8.3亿元的佳基 拍行陆续公布了领衔拍品 就是要成功吸引苍家的目光 国际排行家世德亚太区总裁庞志峰亲自揭晓 史上最高估价的亚洲艺术品奴隶语师 出自中国现代画家徐悲鸿之手 估价落在港币3.5至4.5亿 相当于新台币13到16亿元 在1924年在他留学欧洲5年之后 他将《奴隶语师》这个故事 作为他作品创作的一个来源 那这幅作品是徐悲鸿进行 他这个主题性绘画创作的第一幅作品 所以他代表了徐悲鸿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传价点出由于徐悲鸿主题性的油画 在异品拍卖界非常罕见 市场不超过6件 是继苏世的牧师徒与长玉的五罗女后 一谈备受瞩目的新焦点 2019年的时候呢 长玉的五罗女打破了 就以3亿港币成交 打破了长玉的高纪录 这一张作品呢 在前一首出现在拍卖市场的时候 是在2006年 当时呢 已经是5300万港币 已经是中国油画史的最高 最高就是成交价 往后除了奴隶语师 加士德春拍还有几大看点 包括估价上看4.3亿新台币 长玉大齿幅画作 静月迎局 渴望挑战个人花卉作品 最高估价 以及估价突破6亿台币 巴斯奇亚的五题 也将成为5月春拍一大亮点 而请来林志玲担任导览员的苏富比 也公布了本周春拍佳机 包括毕卡索的斗牛市 台币5亿元成交 长玉的罗女与北京狗 3.8亿元一首 朱德群的盛世雪 也同样拍出8.3亿元今天价 保利香港本周春拍 也将呈现齐白石的柳牛图 与张大千大齿幅 泼墨作品 芭蕉修竹 2021年的春拍 锦罗密鼓旗跑 也为一品拍卖界 在线不少新话题 记者周庭历练虚修 台北下访报道